2014年第十二屆兩岸四地民法典學術研討會 21世紀民法新思維正式開始 第一場會議 七原法立法方向與原則 歡迎會議主席孫森葉教授及楊麗欣教授致辭 歡迎各位來參加這個研討會 對我來說 我已經不在這個 東郭大學上課 大概有兩年 今天能夠回到原來的地方 看起來非常的溫馨 很高興 尤其是參加這個研討會 能夠當年主席 感覺到非常榮幸 在座房屋副校長 還有楊教授 這都是我在十二年以前 第一次到大陸退休以後 我第一次到大陸 就到煙台大學去參加這個會議 那個時候就認識了兩位大師 今天能夠跟兩位大師坐在這個地方 感覺很榮幸 有關這個會議的這個報告 連台灣方面 是陳永毅叫副教授 教授 他是東吳法學院的政院之寶 這個院子寶 好像這樣 因為現在的潘校長是陳老師的學生 所以這個功勞非常大 我們歡迎陳教授能夠來這個地方 兩位 王立民教授副校長 也是我在印台大學當時就見了 那個時候 王副校長在大學 非常非常有名 我們在台灣就久仰他的大名 見他們以後才發現 王副校長居然還那麼年輕 不過現在已經過了十二年了 那個經驗都已經累積很多 另外一位就是叫巴龍俊教授 我看這兩位教授 請楊願成你來介紹 十二年就過去了 那時候才五十歲 現在已經六十多了 非常的感慨 特別是和孫大法官一起做主席 更特別地榮靜 從十二年前認識孫大法官 就覺得人特別好 學問也特別好 他的載總反复地看 後來我就給介紹到大陸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了 我的學生給編輯了 那王老師的介紹 孫大法官已經介紹完了 這個賈邦俊教授 可能台灣學者不太熟悉 他是天津師範大學法學院的院長 也是天津民法學研究會的會長 在天津是民法學研究會的第一名 要不然不會當會長 那我就介紹這麼多 請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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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對中國民法的制定很有貢獻 尤其是無權法的制定 他配了很多心思 而且最後 終於能夠立法成功 這是王副校長的很大的功勞 我們請王副校長 非常高興 也很榮幸 今天作為這個論壇的一個發言人 首先對孫大法官剛才介紹 表示有重的感謝 孫大法官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輩 這個大法官 尤其是在在法方面的註書 應該說 我覺得每一次 我在寫有關在法的文章 都要認真地拜讀孫大法官的 在法總任的這套書 這個自我確實深受啟發 也孫大法官確實學識人品 都是一流的 這個從第一次見面 就感覺到是一位 這個非常值得尊重的前輩 所以這個今天能夠和孫大法官一起啊 我們來討論民法典問題 我也非常地高興 大家知道大陸 2002年我們就已經 全部人大討論民法典草案第一稿 這個草案裡面已經形成了九邊 那麼在這次草案這個討論之後 那麼立法機關認為 立法典確實制定的是一個巨大的工程 立不到位也非常困難 所以決定來採取分階段分部署推進的辦法 首先呢這個制定物權法 我制定侵權責任法 再制定涉外民視法律關係的使用法 那麼這些法律已經按照這個計畫 已經分別的出台了 下一步 究竟這個就是到了最後 應當這個按照一個科學合理的體系 把所有的這些已經制定出台的這些法律 最後進行重新的整合 形成中國大陸的民法典 也可以說到了最後的階段了 那麼這個 在這個時候 究竟這個 是不是需要一部系統完整的民法典 現在啊 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因為大家知道兩年前呢 這個大陸立法機關曾經有一個說法 就是我們的這個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了 這個主要就認為這個 我們現在現行的這些民視法律 已經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個社會需要的基本的民視法律已經出來了 是不是還需要民法典 所以這個問題現在又存在了不同的看法 前天在人民大學 所以我們召開了一個規模很大的一個 關於加快民法典制定的會議 那麼與非的所有的民法學者 大家一直強烈地呼籲 應當進一步地加快民法典的制定 促進法律體系的完善 那麼為什麼加快民法制定這個這個必要性 我就不再一一談了 這個 總的來說就是因為我們這些擔心法 雖然已經制定了不少了 但是因為它是在不同的時期制定的 它沒有一個全面的規劃和總體的設計 它不是像一個制定法典那樣 進行了一個全面的一個體系性的安排 所以這些擔心法相互之間呢 還是存在著不少重複 甚至矛盾衝突的現象 這個比如說我們的這個當保法 我們的這個合同法和民法通則 就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我們的這個當保法和物權法 大量的不一致 實際上都被物權法已經修改了 但是因為沒有幫部一個民法典 所以儘管這個我們的新楚台一部法律 已經修改了 也有很多的法律 但是這個它在新幫部的法律裡面 又不能把這個修改的部分完全顯示出來 這個不像法典在上面可以列出這個 拿一套修改的拿一套已經取消了 這樣的話 就給法官的使用法律帶來了很大困難 這個比如說我們現在有很多這個 我前一旦專門在一些法院做一個調研嘛 我們這個大量的有關這個 涉及到物的擔保的這些糾紛 以壓之壓 那麼我們很多法官呢 他仍然還是在使用這個擔保法 或者擔保法司法解釋 因為這些這個擔保法也沒有所謂 宣告作廢 擔保法雖然大量的被物權法修改 但是這個物權法上也沒有註明是哪一條修改 這個這個法官他也很難 因為法官不可能像學者那樣來足條足條的研究 所以這樣的話他就不可能準確地知道 判斷哪一條被哪一條修改了 所以他仍然使用原來的這個擔保法 擔保法司法解釋 這樣呢確實帶來了很多的問題 所以這個沒有一部發點呢 現在我覺得最大的麻煩 就是給法官找法遇到困難 給法官使用法律造成了很大的麻煩 而且造成了很多案件呢 現在類似的案件 但是他同樣不同判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法官他找的是這個法律 那個法官他找的是另外一個法律 所以他不能夠這個 這個像在法典的情況下 就是圍繞這個法典 就使用法典就完了 這個這個是我們現在大陸所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所以在前天這個會上 我一再呼籲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儘快出台民法典 這個具體的必要性的問題 我就打開他們了 那麼制定民法典 我認為當前呢 我們重點是要解決三個問題 當務自己需要這個要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的就是要在這個民法通知的基礎上 制定一步民法總則 就是民法通則不是民法總則 因為他也規定了民法典的很多內容 那就是就是當初出台民法通則 目的就是說就是民事活動的基本規則 在這部法裡面做出規定 這個但是確確實是民法通則裡面的大的內容 應該說在民法通則裡面已經基本上把一個民法總則的這個框架已經形成了 問題就在於就是怎麼就是這個根據這個民法通則現有的規定 這些修改補充完善之後 形成一步民法總則 這可能是我們立法警官現在當務自己需要解決的 要推進的一個重要工作 儘管我們說民法通則它已經形成了總則的框架 而且規定了大量的總則的內容 但是並不就是這個規定都是非常成熟 非常都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畢竟民法通則最近的時候 中國還是在改革開放剛剛開始規定 那個時候還是有很多的經驗 這個那時候還沒有執行 比如說民法通則關於這個這個 這個獨體制度的規定裡面有一部分就是它規定了這個聯營 這是當時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這個一個概念 後來實際上這個概念已經都不再存在了 其實已經這個聯營這個這個詞 現在實際上在大陸都不得了 所以它有不少內容可切需要完善 另外的這個民法通則有些規定 現在來看來也不太合理 比如說這個關於訴訟時效 現在大家經常提到的這個民法通則規定 兩年訴訟時效都幾天 普遍認為過膽 特別是這個不少這個欠債不凡耐贈的人 就是借這個關了這個兩年時效這個過膽的這個控制 想千方北進來逃避債務 所以現在這個這個無論是這個司法是這個法官還是這個企業界 在銀行界很多都認為要強烈的呼籲 應當盡快修改這個關於事效的規定 要適當地延長 這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 這個還有民法通則我們關於法律行為的規定 這個當時主要是受前書內影響 這個因為整個我們這個法律行為的概念 基本上是從前書內學者搬過來的 這個有一次我和一個前書內學者討論問題的時候 因為和俄羅斯學者討論 他說他們的法律行為是受德國法的影響 但實際上這個那個關於法律行為的概念 已經都把德國法改了 他們把意思表示都去掉了 這個認為法律行為就是一個合法行為 但這些的被我們基本上都搬過來了 現在來看這個法律行為裡面 沒有意思表示 這個顯然是不能夠準確地表示法律行為的概念 不能準確地表示出法律行為和意識之之的關係 尤其是我們把法律行為把它建立為是一個合法行為 這個肯定是確實是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實際上民法通則關於法律行為的規定 已經被後來合同法修改了 因為我們的合同法並沒有說這個 這個合同就職限於合法有效的合同 可適銷可適銷的這些合同也是合同 所以這個概念的話看來就是說也要根據這個合同法 等這些法律的規定要阻断的要完善 再比如說民法通則關於主體的規定 就是我們剛才談到了這個 這個現在它只承認了公民法人這兩大類 但實際上我們現在這個這個主體類型已經非常多 尤其是這個物權法承認了這個把所有權分為三大類 所以國家集體是這個集體的概念它就不是一個簡單的 這個集體除了法人之外它還有非法人團體等等各種類型 所以很多學者認為這個物權的主體和這個民法通則所確定的這個民事主體不對應 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這個開始就沒有承認這個非法人團體造成了很多的問題 這個另外的大陸這幾年這個合夥發展的非常快 這個也有不少特別像有性合夥這種形態 現在在科技創新企業裡面呢已經呢現在有不少了 它的主體性已經很長了 所以你在法人上不承認它肯定也不行 剛才談到這個非法人團體 我舉個例子 這是最近大陸一直我們討論這個宗教財產 這個寺廟的財產 究竟是誰的 這個問題現在這個出現了不少案例 這個當初我們在討論這個物權法的時候 就想在物權上能不能對它有一個界定 這個 這個 比如說這個現在大家可能看到媒體報道這個 有的地方政府為了招傷影子 把那個寺廟的財產都打包上市 這個寺廟的財產是政府的嗎 我們說這根本不是政府的 那你怎麼能夠把這個寺廟的財產 能夠這個 隨便地打包上市 這個顯然是有很大問題 再比如說這個 有一次我們 有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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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糾紛的 就是這個 一個和尚他自己花園來弄了一些財產 蓋了一個寺廟 結果呢這個 這個和尚被 這個其他的這個和尚排擠出去了 要把它撵走了 撵走以後 他要把這個 這個 這個錢呢什麼他都帶走 他說是他化園來的 那這就是 這個財產究竟是誰的 就類似這些問題啊 這個 一直在法律上不確定不明確 這就是我們說我們呢 一直沒有承認這個 財產法人這個概念 在這個 主體裡面呢 這個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很多的問題 無法解決 這就是說大陸這個 確實現在到了 就是我們的這個 民法總得 確實到了 要修改完善的時候了 這是我想 現在當務自己 我們要做的第一步工作 第二步呢 我一直建議 我們要盡快地 制定人格權法 這個問題啊 我從 這個 20年前我們就開始 呼籲 我跟楊教授 我們 強烈的呼籲啊 大陸要 未來民法典中啊 一定要有獨立層面的人格權法 這個 當然現在呢 還是有一些教授啊 有不同看法 這個 我們有一些人老師 認為的 這個人格權呢 就在總則裡面呢 這個 主體裡面 規定兩條就行了 而且呢 有人認為說這個問題 主要在憲法裡面 已經有了 這個援引憲法就可以了 這個看法 我覺得 不是才贊成 可是我一直認為啊 這個 這個法制的核心 是規範公權 保障私權 現在大陸我們 特別需要強調的 就是 怎麼通過保障私權 來推進法制 而這個保障私權 這個路徑呢 現在僅僅通過這個憲法 或者通過法官來解釋憲法 這個在西方國家 是確實有一些事這樣做的 來保護人格權 這個做法在大陸行不通的 我多長年我就說這個做法是行不通的 因為 因為我們的憲法已經明確規定這個 這個只有全國人大常委會才有權解釋憲法 這個法院 法官 他是無權解釋憲法 所以 這個 你要通過這個 通過解釋憲法的方法來 來確認保護人格權 這個是不符合我們信息憲法的規定 所以這個 這個大陸曾經發生過一個著名的這個 齊玉林案 這個 通過那個姓名權糾紛呢 把它上升為 這個 收教育權受到侵害 這個想通過這個 通過法官解釋 來確立這個收教育權的問題 後來這個引發了很大的爭議 就是說他已經 後來這個 很多學者批評說這個 這個 最高法院已經超越了憲法的 給予的權限 最後這個 這個司法解釋 最高法院幫助的司法解釋 作廢了 整個宣布作廢了 就是因為 它涉及到整個憲法的規定 這個是很難的 很難的 那麼 可行的途徑 就是通過我們制定人格權法 來把憲法所確認的這個 人格尊嚴人身自由 把它 在民法裡面具體化 通過確認民視這個 人格權這種方式 來強化對人權的報復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 非常可行的做法 這樣的話呢 我們需要有一個 這個 獨立成邊的 系統完整的人格權制度 那麼在這個制度裡面呢 我覺得 我們需要 全面的規定各種人格權 比如說特別是現在 很欠缺的 像隱私權 我們 到目前為止 大陸現在就是一個 多少年 我們這個隱私這個概念呢 我們這個法律裡面 不敢提權利 我們都是用的叫隱私 這個 迴避了權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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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詞 一直到這個09年呢 侵權者法幫部 在侵權者法第二條裡面 才提到了隱私權 這是一個重大的進步 但是 侵權者法 這提到了這個概念 隱私權究竟是什麼 現在法律上沒有任何規定 這個 而實際中呢 出現了大量的案例 大量的糾紛 找不到缺乏依據 所以我就說光 僅僅這是一個隱私權 那絕不是就是說 你在主體制度裡面 寫兩條就能解決問題 那肯定不行 內容是非常複雜的 非常複雜 這個 現在 大陸這個 網民現在就是六億多人 六億多網民 這個網上這個 涉及到披露隱私的糾紛 現在是成千上萬 那這些複雜的問題 這個沒有一個 系統完整的關於隱私權的規定 那是覺得不可能的 這個不可能把這個問題說清楚的 所以我們需要 這個第二步就是 儘快制定人格選法 第三項工作就是要儘快 制定一部債法總則 但是我個人認為 我們的這個債法總則 不是完全照搬德國法的這個大債法 因為這個 我們的這個債法總則還是應該 我個人認為應該在保留現在 已經出台的合同法和侵權責任法 這個前提下 把合同法和侵權責任法的一些共性的規則 把它抽出來 形成一個債法總則 而這些共性的規則 我想 這個 它應該不是太多 但是呢 它還是 還是存在 同時 也把這個五億管理不當得利的話 因為這個無法在這個 合同法和侵權責任法裡 這個放進去的 這些包括締約過時 應該放在債法總則裡面 這個 這樣一個未來的這個債法總則 它應該是 這個和合同法侵權責任法是並列的 同時它 它又對合同法侵權責任法 起到一個指導和實意不確的 這樣一個作用 我覺得在這三項這個工作任務完成之後 那麼這個 我們就需要用一個 這個科學合理的體系 來對所有這些法律 進行一個重新的整合 那麼形成的民法總則 然後在總則下面 有人格權編 物權編 債權編 債法總則 這個合同法侵權責任法 這個分則 最後這個形成了一個體系完整的民法點 這個 這個 制定這樣一部民法點 確實是我們這個 大陸幾代民法學者共同的夢想 這個 也是大家共同的期盼 所以 這一點 我們一直是強烈呼籲希望 壓快推進民法點制定 也希望我們 幾代民法學人的這樣一個夢想 能夠 最後的夢想成真 我就先簡單的談這幾點意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王副院長的這個 今次的這個 這個演講 他提出了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大陸目前 有各種不同的這個法律 合同法 物權法 進行學法 但是沒有一個總則 沒有總則會引起很多這個困難 剛剛王副院長已經講了很多 那其中我感覺到就是 這個寺廟的問題 在台灣的寺廟 經過日記時代 五十年的這個統治 日本人 他就干預到這個寺廟的法律關係 他把寺廟的這個組織 給他做一番這個整理 就是這樣子 我們目前也是 遇到好多寺廟的這個 困擾的這個訴訟案件 那麼這些問題在大陸 我想更嚴重 因為地方那麼大 類型有那麼那麼複雜 所以 的確有必要來成立一個 一個總則來規範這些 財政法任的這種制度 那其他 這個王副院長有提到好多好多 這個有必要 制定這個總則的這個問題 我想這個非常重要 各位可以想到在台灣 如果沒有總則規定的話 那 辦案怎麼辦 會碰到很多難題 所以要把它統一起來 尤其是合同法跟物權法 共同的這個總則 應該 在威納造的總則裡面做一個 一個 河下有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大陸米法 往後發展的方向 另外我想提供一個小小的意見 在大陸的民法發表出來以後 都沒有立法理由 台灣的法律的修正都有一個副理由 有理由我們才能夠了解 原來立法的用意在哪裡 是不是要來在大陸公佈這種草案的時候 一併把立法理由跟他鋪在一起 這個小小的意見 那接下來是不是照這個順序 就是請我們東吳的陳友毅教授 請他來發表上告證 兩位尊敬的主持人 孫大法官 演工老師 還有我們中國大陸人民大學 吳桑是把這個研究中心 楊立民 對不起 楊立新 楊老師 那兩位共同的報告人 尊敬的王副校長 賈院長 還有在座各位尊敬的師長 各位優秀的同學 大家早 有機會參與這個研討會 已經是第十二次了 幾乎無語不語 個人 我覺得從這裡可以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得到很多的啟發 今天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兩岸四地 契約示範法 關於契約解釋規範的廚藝 我想時間非常的有限 沒有辦法整篇論文就一直唸 我想簡單的 我就非常快切入 請各位看到今天的議事手冊 如果您有的話 請翻到我個人小文的第十二頁 那麼跟各位報告 先講 我個人在東吳這邊 除了擔任民法在編總論的課程 裡面有很多契約有關的 另外擔任英美契約法的課程 已經三十多年 那麼有些教學研究的經驗 覺得這個契約解釋 其實是在法裡面一個 尤其是契約法律關係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幾乎就是關鍵之所在 那麼當事人有很多的爭議 最後都要透過契約的解釋來解決 那麼契約解釋 偏偏在我們台灣地區的民法 九十八條 它定在總則 也不是定在債 那總則講得很簡單 非常抽象 解釋意思表示 因探求當事人的爭議 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詞句 那中國大陸的合同法一百二十五條 有兩款 大陸跟我們的法條的單位不大一樣 我們叫相 大陸叫款 所以這一二款呢 是比我們台灣這個部分多一點 台灣的很妙 解釋意思表示在總則 那麼它不是只鎖定在 契約 遞約的意思表示來做解釋 那它用九十八條就全部都能夠用了 那九十八條像類似這樣的解釋呢 它的毛病就是非常的抽象 可行性很難掌握 它的操作妥善性呢 也蠻合理預期 所以藉這樣的機會 個人呢就把教學研究 這幾十年的經驗 我想我就參考了 因為契約的解釋很重要就是 個案實務 那我就參考了我們的最高法院 從民國十七年 有關於契約解釋的第一則很有名的判例 從那個開始我就收集了相當多 然後把它融合起來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我今天炒你的十四個條文 而這十四個條文 我又很抱歉跟各位報告 這裡面非常多的英美法的概念 以及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契約 統一公約 CISG 那另外還有呢 美國的 Restatement Contract Second 那麼大陸把它叫做合同法 這個重塑 或者我們潘校長把它譯作新編 或者整編 這些都可能 另外還有呢 歐盟國家的契約法的原則 我全部都綜合考慮進去 但是很抱歉 有一個疏忽 因為開會的前幾天 我才知道 抱歉 訊息比較封閉 才知道我們 楊文老師這邊領導的 這個海峽四地的契約示範法 已經訂出一個 這個通則出來 那我拿到的時候呢 沒有辦法拿到我這小文裡頭 而小文已經 兩個禮拜前已經 因為我都躲到美國去寫 因為在台灣我實在沒辦法寫 這邊又熱 我一天到晚開會 蠻七八糟的事情多得不得了 所以我就逃到那邊去 就很安靜很安靜的 能夠把它寫出來 那麼就沒有辦法把我們 這一次的示範法草案 有五個條文 那是影田教授主編的那個部分 沒有辦法把它融進去 不過後來比較了一下 我看看我這十四個條文 大概他那五個條文 有的我全部都包括 之外還有很多 差不多多兩倍的篇幅 好我現在很快的跟各位報告一下 時間不多 第一個條文 各位可以看看 我這個小文的十二頁開始 契約意思表示不明確 我們兩種情形 第一項是不明確 第二項是不完備 不明確需要解釋的時候 因探求當時的立約時的爭議 那麼這個裡頭呢 就很重要 那個當時的爭議是什麼時間點 是定約的時候 立約的時候爭議 我們的目的解釋就使它明確 不得拘泥於契約文字的字面 或者截取契約文字 其中一二語 任意推減自私爭議 這些文句我相信 孫道法官應該一看來就非常的熟 這很像我們最高法院 非常多的判例判決裡面的文字 但是我有一個例外 立約後當時人有變更立約內容的合議 那當然從他事後的這個變更來做解釋 所以不能夠不考慮到這一點 因為契約它是一個 可能不是一次性的旅行就完畢 可能相當長的時間 這中間有可能當時合議會做變更的 那麼同條第二項 契約意思表示不完備 那就往往我們把它叫做漏洞的部分 那麼以至於當時的權利義務不明 或者按照契約文字定當時的權利義務 有違反誠信或者公平合理的疑慮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做合目的解釋 而這種解釋是屬於普通解釋的性質 那麼使得不完備的契約約定變成完備 那麼第三種情形就是第一條的第三項 我是用台灣的標準來講 給大家比較熟悉一點 那麼大陸把它叫款 非屬前二項情形契約經全文觀察 各位這裡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解釋契約不是截取它裡面的 有爭議文字的一兩則而已 是全面性的來看全文觀察 它如果文字已經很清楚表達當事人爭議 無需別視探求的 這個時候就不能夠捨當事人用的契約文字 那另外司法機關或者仲裁人 再去做其他的曲解 所以第一項先把契約解釋開宗明義 這三種情形先鋪陳出來 那第二條我必須要快 怕二十分鐘都沒有辦法報告完 看求當事人立約爭議時 應該依照誠信原則 以及公平合理的原則 從契約的主要目的 以及經濟價值 做全盤的觀察 已經幾次都是強調全盤的觀察 然後要斟酌定立契約當時 以及過去的事實 以及交易上的習慣慣性 包括相同當事人間 過去就相同或類似多次交易 形成的往例 這裡頭各位如果有機會學英美契約法 你可能耳熟能詳聽到兩個詞 一個叫Course of Dealing 一個叫Course of Performance 都是這裡面所講的往例 那麼根據這些來做解釋 那麼同條第二項 各位這裡我就考量到 我們不能夠只鎖定 立約之時或者之前 立約之後也可能有些東西值得殘財 所以我這邊也把它納進來 立約後相關情勢之發展 包括當事人的相關言語文字或舉措 有助於探求當事人爭議時 他這個必要時這些情勢 也可以作為推解的一些餐具 不曉得這樣子 因為我看到有實務上的見證 以及聯合國的CISG第八條 第三項他也就是此這樣的見證 那麼第三條解釋契約意識表示 因以表示行為 所表示於外部的意識為準 我們在座有些正在修英美契約法的同學 今天請你們來這邊聽 其實就是做上課前的補陳一些準備 我們大概開學前一個月大概都在講 是主觀表示還是客觀標準 都跟這個有關 我們採的是客觀的標準 一定要表露於外的 而不是專注於表藝人 他內心隱藏的主觀意識 當時立約時他內心的主觀意識 如果沒有行之於外 沒有表露於外 我們依照前條的規定 也沒有辦法去做推解的話 我們就不容許任意的去移冊 這個主觀意識做解釋 導致報回來喪失我們 探求當事人遞約的爭議 第四條解釋意思表示 應該以立約的時候 各位很重要的一點 你遞約不是自己跟自己定 是跟別人定 以表藝人他的對照 那個相對人所得了解的情勢 作為解釋的範圍 那麼表藝人所表示出來 那個行為的言語文字或舉措 如果沒有很特別的情勢 我們應該以交易上 應該有的意義來做解釋 如果做那個 跟交易慣行不同意義解釋的時候 我們有個原則 要以立約相對人知道這樣的情形 或可得而知 而在當時沒有持意義 沒有反對的這個違憲 而他的解釋呢 仍然不能夠超出交易慣行 應該有的意涵 所以我想做一個契約解釋 不是天馬行空 不是隨隨便便 很多既有的一些 目前規則 一些規範 我們應該變成 先把它定出來 希望成為法 大家共同來遵守 就不會產生像 剛剛我們王副校長 王明老師剛剛所提到的 有的時候法官 他可能有一人一把號 各吹各在吊 就沒有辦法 讓你事前對這個案子 進到法院訴訟 你有個合理的預期 大概沒有辦法抓得準 所以 為什麼這麼囉嗦 訂那麼多的文字 就是希望 如果在我們有共識 完成立法以後 大家一起遵守 第五條 解釋意思表示 端在探求表義人 唯意是表示的目的 就是和他的目的 以及很重要一個 這個我們要把握的原則 就是維繫 法律行為的和諧 尤其要斟酌交易上的習慣慣行 包括相同當事人皆 過去就相同或類似 多次交易形成的網歷 以及經濟目的 依誠性原則 公平合理原則做解釋 因為我們在上課 教了很多的 英美契約法相關的案例 英美國家的法院 他其實本的就是這樣的原則 那麼常常會得到 大家信服的一種 裁判的效果 所以我把它借鏡 變成這裡的文字 第五條比較長 第二項文字比較多了 他說關於契約法律行為解釋方法 應該以當事人所欲達到的目的 交易習慣慣行 各位 出現一個任意法規 像我們台灣地區的民法的在各 那裡面的典型有名契約 相關的規範 其實就是一個任意法規 它不是強行必須要用 當事人呢 只要符合我們民法 七十一條 七十二條 不跟這個法律強制規制規定 工序良所抵觸的話 你的約定 都可以超越這些任意法律的規定 那麼所以任意法規 它排序比較厚一點 還有誠實性用 公平合理原則為標準 那剛剛很可惜啊 照相的時候 林成安老師就問我 他說你這裡好像漏寫了一個 我說我沒有漏啊 正要告訴他又不在 真的很抱歉 這個錄影為證 我有講到 各位看看 五條二項 儘量朝著 能夠使契約有效成立 並能夠定份指針的這個方向 去做契約解釋 我不只出現這裡 後面還有一個地方 等一下說不定 林教授回來 還可以再提醒他一下 不要冤枉我啊 你沒看完不要冤枉嘛 這些錄影都純正 要不然的話大人啊 我好冤耶 好 那麼以這些標準 彼此重點 盡量讓它相容的方式 去合理解釋 然後他的思考 應該把契約目的 列為最先 然後呢 契約明示條款優先 交易習慣或慣行在其次 任意法規又其次 我們始終 永遠不要忘掉 誠信原則 這是我們司法上的帝王條款 不輕易搬出來 但永遠他都是在上面做指導 不要把它忽略 也不要做違背 我翻到後面 第四頁 第五條第三項 那麼交易習慣慣行 彼此之間有可能會不一致 那我們解釋基準的優先順序 我也是參採歐美國家 聯合國的這些相關的規範 以哪一個先呢 月是 狹範圍的那個最優先 那麼 履約網利優先於交易網利 所以各位可以看看 那接下來第五條 第四項 履約網利交易網利 以 履約交易時當成知其事情 或可得而知 沒有採意義的違憲 可以作為契約解釋的餐具 但是 如果 如果對於履約網利 交易網利 後來當事人 他有意見了 他才反對的意見 那我們從他反對的時候 做個基準點 分水理 之前的 我們這些都可以做餐具 解釋餐具 之後就不能了 反對之後就不能了 我想這樣子 都考慮到尊重當事人的合意 那麼第六條 解釋契約文件 應該就 契增文件的全部文字 做整體的觀察 不能夠截取片段 而且要綜合考量 這交易各相關契約文件 以及他整個談判 磋商過程 演變的歷程 那麼探求當事人 立約的爭議 其實 一個 像我們的民法98條 還有大陸合同法125條 第一款 所講的探求當事人爭議 裡面學問很大 不是那麼簡單的 還是有一些 重點的方向原則 第七條 第一項 各方當事人就 契約文字的意涵 他達成共識 但他的共識 跟一般人不一樣 那以哪個為準 是一般人 還是當事人合意 那當事人合意的為準 但是有個例外 我就加一個例外 不能夠 因為 按照你這個共識的解釋 使得你契約本身 或者他的權力行使 義務履行 有備於公序兩署 這個是不可以 或者違反法律 強制為禁止規定的 那我們就不以那個共識為準 這個部分 可能話都要把它講清楚 第七條第二項 有具體事實主任 契約當事人其中一方 有史契約某項約定 具有特定意涵的意思 而在立約時 他方當事人難為不知 這是都英文翻過來的 他不可能不知道的 依當事人他會知道的 那麼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按照這個特定的意涵來解釋 即使 立約當時 他方當事人沒有明示的 對這個特定意涵表示同意 那例外也是一樣 要考慮到公序良俗 跟法律強制禁止規定 不能夠相違背 那第七條第三項 沒有辦法按照前兩項規定 去探求當事人爭議 那這時候呢 英美法的好朋友 我們就把它請出來了 叫reasonable person standard 就是理性人的 合理解釋的標準 我們用同理心同樣的情況 來看看怎麼樣合理解釋 那第八條 契約文字有眾所周知通用意涵 那當然就依通用意涵來解釋 那如果使用特定領域專門術語 而交易涉及到這個特定領域的 那就按照這個特定領域 專門術語的意涵來解釋 但是如果立約時 當事人有不同表示 當然除外 第九條 第一項 契約條款使用比較精準 精確的文字 就優於他使用 叫一般性文字的契約約定 感謝林老師您回來 您剛剛的質疑 我已經解釋了一半沒聽到 後面還有一半 當面報告清楚 第九條第二項 契約條款就是特定事項 用立式規定跟概括規定並列的 那我們在這個羅馬法 一直傳下來 有個拉丁文 各位在我的註角34 我又去查了這個 Black's Law Dictionary 裡面大概一些意涵 也就是說 你要做一個同種限制解釋 那麼應該跟那個並列的 歷史規定做類同性質要求的 其餘解釋 那麼第十條 民事條款 其餘的民事條款 跟交易習慣 或交易網歷 旅遊網歷等等 有些隱形規範 它如果有不一致的時候 那個優先順序如何 當然是民事條款 是當時自己經過戳商地定的 那個最優先 最能夠代表當時的爭議 它最優先 優先於其他的契約隱形規範 那民事條款 與這個隱形規範沒有不一致 但是隱形規範有適用意義 本身有適用意義呢 那各位 它的優先順序是 旅遊網歷優於交易網歷 越窄的越優先 然後也優先於交易習慣 然後交易網歷就叫做 Cost of Performance Cost of Dealing 它又優於Cost of Performance 就是交易網歷 優於這個交易習慣 那麼依這個次序來決定 它哪個優先哪個伺候 那麼第十條第二項 有具體事實主任 當事人之間 他的交易網歷 旅遊網歷 如果實質上已經取代了 當事人的民事約定的條款 這兩個不一致又取代了 那我們就推定當事人的 合意用旅遊網歷交易網歷 來取代民事的條款 所以這些部分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務實 有實務經驗經歷過以後 我們考慮的把它寫出 變成條文 第十一條 個別磋商的 它優先於非經個別磋商的 這些契約文字 定型化契約的部分呢 我們往往採的是 提供這個約本這一方 對它比較不利的方式 而是對那個提供約本的 另外一照比較有利的方式去解釋 這樣子比較符合公平 我們台灣的消保法 保險法都有類似的規範 第十二條 依照我們示範法的規定 如果能夠 使得契約合法有效成立的契約解釋 林誠二老師這裡又來了 優於可能導致相反效果的契約解釋 這好幾個部分都盡量想盡辦法 不太勉強能夠讓契約有效成立 就朝這個方向 但是重點 你這解釋不能夠備於公序兩署 也不能夠有備於法律 強制或禁止規定 第十三個條文很快就結束 如果雙方解讀契約持續有規制 那各位這次參採這個 合同法的那個 叫做重述 就是restatement 參考201條那樣來 如果其中一方不知 而大方之就是一方善一方惡意的 那麼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以哪方的解讀為準呢 以善意相對人的解讀為準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公平合理 那麼是不是限定明知呢 我在第十三條第二項 就告訴各位 可得而知一樣 不限於明知 第十三條第三項 如果沒有辦法按照前兩項規定的方式去解決 雙方當事人就契約持續解讀 有不一致的爭議 那麼任何一方 這裡頭就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各位如果研究英美契約法 而念過兩艘船同名 武迪浩 這個買賣 由這個印度孟買 運到英國利物浦 棉花的那個案子 那就是順得孤情是少益 你做裁判的人沒有辦法順其中任何一方的這個解讀 因為兩方解讀勢均力敵 那這個時候實在最不得已 我們只有做契約 意思表示不合致 沒有辦法成立 所以林柴老師 這個部分是不得不 最不得已的時候才讓契約不成立 所以裡面您顧慮的我都考慮到了 第十四條 契約文本 這個是跟各位報告 台灣這邊的民法 始終都沒有出現任何的規範 我這個條文是仿大陸的合同法 125條第二款 那麼大陸這個部分有規定 但是也有一些小小的缺憾 所以我這邊參採這個歐盟契約法原則 然後把它補齊起來 我把這個內容給各位報告一下 很簡單 三項 契約文本採兩種以上文字定律 而約定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那麼各文本 他使用的詞句推定都有相同的意涵 他如果遇到不一致爭議的時候 那怎麼解決 就按照契約的目的 和目的的解釋 那麼第二項 契約文本才兩種以上文字定定 而約定各文本使用詞句 如果遇到不一致意涵 然後明定依其中某一個文本 那當然就按照當時事前的約定 就按照假說他講明英國跟法國的 兩個文本不合字 他約定是用英文的 那我們就照英文 哪怕法文比英文更精準 只有按照當時的意思 那麼第三項特別一點 契約文本採兩種以上文字定律 但是並沒有事前做約定 各文本使用的詞句 如果遇到不一致的意涵爭議的時候 那我們這時候怎麼辦 這個就是參考那個 歐盟的契約法原則 第5點107條 他說以戳商 締約歷程之中 為主的原始契約文本 假如說我們原先呢 是按照中文的文本來談判 來戳商談判 那事後呢 再把中文的譯作英譯本 或者法文本 德文本 我們以中文本來做準來解釋 那如果說還是沒有辦法定他意涵 那永遠不要忘掉 何目的解釋 是解決之道 所以我個人粗淺的提了14條文出來 我想要就教於在座各位高明 各位先進 看看多給我們指教 也希望大陸如果在定這個兩岸四地的 合同法的示範法的時候 是不是也可以參採其中一案 好 那報告完畢 謝謝 謝謝 各位主席指揮長 這個中文教指導 它裡面 引用了這個本國的 還有這個大陸的 台灣的還有大陸的 還有這個英美法 各方面的這個 契約的警示 你拿這個條文出來 我認識一個日本老師 他因為有兩位大陸的學生 所以經常到大陸去訪問 他告訴我說大陸的這個合同法 是非常進步的一個立法 可以說比日本比台灣的更進步 讓我不是很了解大陸的這個合同法 到底進步到什麼地方 那現在聽這個陳老師的這個介紹 他裡面 引用了這個 這個 這個 王副院長的這個著作 書23 已經引用了這個 他的著作 把有關大陸的這個 精華把它納進來 有關台灣方面 說實上 他引用的這個判例 從民國17年開始 就引用過來 還有這個 英美法的這些觀念 他把它綜合起來變成啊 這個草案 他仔細的這個 這個給我們解釋 我想各位 應該會有同感 那這些原則如果 那個 沒有辦法用 協議來定的話 那起碼 在台灣 可以讓最高法案 透過裁判的方式 把它納進來 那在大陸 書23也可以 透過最高人民法案 把它採用進來 武衣當中 他就走上同樣一條路 這個就統一了 間諜的統一 法律間諜的統一 被那個 陳永毅老師的意見所統一 那不是很好啊 那個 那個 下來就 不算進那個 楊老師 要去介紹那個 那個 這個關於合同解釋這一部分 非常精彩 我回去帶到 我們那個秘書處裡頭去 按照這個思路再去調 下面邀請那個 賈當勳教授做報告啊 他的報告呢是兩SD 防無契約法的比較 虛筒 這部我看分析的 非常的仔細啊 那就請 賈老師報告 這個尊敬的 第一場會議的主席 孫大法官 尊敬的 王林教授 陳教授 我們是來自於天津 師範大學 第一次來到台灣 特別是 特別是感謝呢 這個本次會議的主持人 和會議的儲備 給我這樣一個機會 來做一次主題發言 那麼這個主題的選定呢 源自於今年 五月份 在西南財經大學 召開的關於 合同示範法 兩岸四地合同示範法 的一次研討會 會後呢 得到了本次會議 籌備組的邀請 來參加今天這晚一個會議 那麼在這樣一個背景下 開始思考一個問題 就兩岸四地 合同的示範法 怎麼去制定 怎麼去選擇 那麼在這個問題上呢 我們考慮了一個 在合同類型當中 普遍適用的 最廣泛的 一個制度 就是房屋的租賃制度 那麼談到這個制度 在寫這篇論文的過程當中呢 首先遇到一個 比較大的障礙 就是資料 信息 非常的閉塞 大陸呢 現在找到這樣的資料 就比較難 所以我們是想盡了一切辦法 採取了各種各樣的 收集手段 找到了有限的資料 選擇這個標題呢 就是兩岸四地房屋 契約法 它的一種差別和區同 三個制度為例 那麼研究這個問題 主要是 出於這樣一個緣由 這篇論文的一開始的 第一個問題就談到了 由於兩岸四地 他們的經濟關係的往來 人員的貧困 貧困的這個交往 在這些方面呢 不管是人員的居住 物資的留存 保管 辦公環境 乃至於經營者的投資 等等等等 都與不動產房屋 有密切的關聯性 那麼 按照我們這樣一種 經濟法律關係的 原理告訴我們 就是 廣泛的經濟交往 必然導致 民商事活動大量的 不斷的增多 而且民商事活動 頻繁的發展 必然要促進 兩地的經濟發展 那麼民商事領域的 發展狀態 也促進了 我們在民商法領域的 學術研究 在這個方面 進行制度上的研究 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所以兩岸四地 房屋租賃法 這方面的問題呢 它有一個趨同 走向呢 一致的這樣一個過程 那麼在這個 思路的背景下 這樣一輪考慮一下 我們寫了這樣一篇文章 那麼這篇文章呢 主要是從大陸 台灣香港澳門 他們各自不同的法律 體系 制度的特點 來研究兩岸四地 在房屋租賃方面的 三個制度的比較 那麼這個文章呢 在它的第二部分 我們就寫到了 關於兩岸四地 房屋租賃法的三項制度的 差別及其分析 那麼這裡面呢 主要是通過 這麼幾個制度 第一個是房屋呢 它的租賃的 類別設置問題 對這個問題呢 我們翻閱了 台灣 香港 澳門 這些地方的一些法律的規定 在立法上 他們都提出了各自的一些規定 而且在這裡面呢 我們特別注意到了香港 它的業主義 租客 條例當中 將他們的住所 分為了商用合作 居住使用 這麼兩個類型 而且呢 在香港這個業主義 租客的條例當中 特別提到了 關於住宅的收回制度 租客的退回制度 租客的分租制度 在澳門的民法典 和都市不動產租賃的制度中 它的劃分更為細緻 他們將不動產租賃分為了 居住用途的不動產租賃 商用不動產的租賃 以及從事自由職業的不動產租賃 那麼 在他們各自的內容上 都包含了 針對房屋租賃的特別規定 那麼在這裡面我們看到了 就是澳門 他們對於房屋租賃制度的規定 更細化一些 那麼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 感覺到 隨著兩岸四地 這個示範法的制定 對於這樣一個合同的類型 租賃合同 那麼我們可以呢 考慮 將他們的民事租賃和商事租賃 從類別上進行劃分 做出不同的規定 這將有利於保護 民商事兩類租賃合同 當時的合法權益 這個談到這個問題呢 也想說明一點 就是最近我在 經觸一些法院的案例當中 跟一些法官焦慮過程當中 特別感覺到在我們大陸 現行的合同法當中的租賃條款 對於保護 商事主體 從事商事活動 過程中的 這個租賃利益 還是有一定 差距 有點問題 所以呢 我們覺得研究他們的類別 還是很有意義的 我們概括了這麼兩個理由 第一個就是 房屋作為一個不動產 其最初的重途 在於為人們提供 一個居住的場所 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社會分工的加劇 當前應該說 商事的租賃 逐漸在不斷地 擴大 而且發展的趨勢很迅猛 特別是兩岸四地的交流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了物資的儲存 甚至用房產進行一種投資 等等這種方式 都很多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認為 應該有 商事租賃的 這樣一個概念的提出 而且應該從民事租賃當中 更好的把它分解出來 我們也分析到看到 就是民事租賃企業 更強調的是一種等價 或者是公平 那麼它往往呢 對效率 關注的攪手 而商事租賃 策動於對效率的追求 在誠信基礎上 讓制度設計呢 來促進商事活動的繼承 而繼續和完成 以實現各自雙方的利益 所以我們看到 在制度的設計上 民事的租賃和商事的租賃 它們是有一定的差別的 那麼 隨著 當今社會的 迅速的發展 那麼 對各種不同的租賃 做出相應的制度安排 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 我們覺得 應該考慮兩岸四地的制定 這個房屋租賃合同 這個示範法的時候 更多的考慮一下 它們之間的區別性規定 分別規定 各有側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考慮呢 就是生活實踐 要求我們就不同的 類型的房屋租賃進行 分別的規定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以居住為目的的民事房屋租賃呢 往往 成都人叫出租人 處於一種 弱勢地位 為保護成都人 對房屋的佔有使用 及其安寧的生活狀態 放在了首位 在這其中 香港的租賃法 更多的賦予了成都人的獨佔權 成都人有佔有使用 物業的權利 不允許任何人 包括物業的出租人干擾和分享 這個在這個他的條例當中 都是規定的 但是在商市房屋租賃中 成都人所尋求的是 對房屋的這樣一種使用的效率 將房屋作為一種 商業資產基金流轉的便利 如果對租賃的房屋的分租 轉租以及租賃權的讓你 這些呢 應該保護出租人 而限制從人對房屋的一種分租 轉租或者讓你的租賃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要遏制了交易的進行 做了商業活動發展 所以我們認為成都人也有必要 也未必像如同我們講的租賃 民事租賃呢 處在一個弱勢地位 而應當考慮雙方的各自的特點 加以不同的保護 那麼在處理這方面的案件當中呢 有一些大陸的法院在處理 這個商市租賃的時候 往往呢 可能依照著傳統的民事思維觀念 對於當事人利益的保護不利 比如有這種情況 那就是這個成都人呢 始終不交租金 就是站著房子不走 那麼法院沒有辦法強制他搬出 為什麼呢 沒有其他去處 按照一般的民事居住的這樣一種思維觀念 認為他沒有居住地點不可以搬出 但是作為商市活動的主體 他的存放物資或者辦公條件 也按照這樣一種不能強制执行的觀念 對於保護處罪人利益是極為不利 所以我們認為呢 而且在這裡面呢 私人出租的房屋租金 不得超過土地 以及建築物申報 總價年息的10% 在司法實務當中 雙方約定的租金超過限制標語 除了人就超過部分的租金 沒有請求權 那麼承罪人可以拒付 這樣的話呢 實際上對於租金 有了一個最高的限制問題 那麼澳門民法典對租金 轉租的租金數也做出了限制規定 那麼大陸和香港 並沒有對於租金的上限做出規定 由於除了人和承罪人雙方的議定 而不是由法律做出直接的規定 那麼在制定兩岸四地的租金的合同的 這樣一個企業的示範法的時候 遇到人民應該在未來制定的這個示範法中 應該涉及到公有住房 保障性住房的租金 應該依據四地的實際情況 租合口 設置相應的租金的最高限額 對於私有房屋的租金 則借鑒香港和大陸的規定 不設此限制 也就是說不設定最高的額度限制 將這個價格交給市場和 雙方當事人來決定 這樣既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定 也符合了司法自知 契約自由的這樣一種理念 那麼 對於最高限額的這樣一個 租金最高限額的限制 這個 從精確角度來講 是應該考慮到 對這個租金的 在短期內 提高了它的需求 你限制它 好像在短期內 對這個房屋的租金 能提高它的需求量 緩解這個房屋呢 租金緊張的局面 但是從長期來講 它是不太利於 經濟發展 在這個問題上呢 應該把這個權力 交換給市場 交換給當時人 自己來決定 這樣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 可能是更好的一種方法 那麼 對這個問題 我們在論文當中 還提到了房屋租金的 這個價格問題呢 它的運行呢 這個 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觀點 時間關係呢 不說那麼多了 第三個問題 就是租賃權的讓遇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呢 澳門的這個 房屋租賃法當中呢 它是一種特有的制度 在它1549條當中 規定了不動產租賃權 和處分性 在它1006條當中 又規定了成功的 地月和轉移問題 那麼 在他們的這些規定當中呢 對於房屋的租賃權的讓遇 做出了相應的 比較細緻的規定 那麼 我們認為這個問題 也需要探討 是基於這麼幾點 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租賃權的讓遇 與客觀經濟現象 它是一種需求 是一種需要 那就是在商事領域當中 它遊戲體現得非常突出 它可以考慮到它這個租賃權的讓遇 和合同法當中 對這個問題規定呢 有過一些百度不太一致 那麼一些法律規定 對這個問題呢 也出現了一些碰撞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兩岸四地這次起草 這個房屋租賃的示範法的時候 應該考慮 如何的統一的問題 這個文章的第三部分呢 是講兩岸四地房屋契約法的一個 相通性 就是說我們搞這個示範法 它必有相通的地方 我們概括了這麼幾點 第一點呢 就是市場經濟 這個根基的相同 不管是兩岸四地 哪一個地方 都實現的市場經濟 那麼大陸呢 在世界三中全會以後 十四大以後 我們的經濟發展的趨勢 逐漸的市場化 而且呢 它已經為兩岸四地制定 這樣一部統一的示範法 提供了重要的 根基性的條件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就是說 在法律的概念上 兩岸四地它們使用的 這個契約的概念 租賃的概念 是相同的 所以在這樣一個背景下 制定統一的示範法 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三個理由呢 就是說 它的法律特征 在論述上 兩岸四地基本上是相同的 沒有太大的區別 那麼比如講 不發生房屋所有權的轉移 只是對房屋的占有使用 收益權的轉移 它是一種債的關係 是一種有期限性的法律關係等等 那麼最後一點呢 我們認為兩岸四地這個 房屋企業示範法 它不論在宏觀在微觀上 它都可以帶來呢 對我們兩岸四地經濟呢 極大的便利和促進 那麼這篇文章在寫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深深的感覺到 兩岸四地制定自己的 統一的這樣一部示範法 被兩岸四地的經濟發展 推動呢 法律制度的和諧和一致 是非常必要的 文章呢 起的題目 叫談兩岸四地 對房屋企業法的差別與區同 這裡面的主導思想 就是藉這樣一個機會 談談談我們的看法和觀點 達不到論述的這樣一個水平 那麼我的發言就到這裡 有不同的地方 向大家提議 謝謝 謝謝蔣老師的精彩的報告 那我們這一節的討論 就到現在就結束了 那謝謝三位報告人 謝謝各位支持我們工作 多了謝謝順帶法官 我們一起謝謝各位 好 謝謝